在台灣的傳說中啊 梁山上住著一群鬼 他們就是梁山特勤 對 現在呢 這個呢 曾經在我們節目呢 被我們深入探討過的 台灣的特種精英呢 因為網路發達的關係啊 竟然呢 紅到對岸去 甚至紅到全世界去了 這個呢 特別的是這個歐美的網友 他們呢 據說看到了他們的這個照片之後 晚上呢 都嚇到睡不著覺 到底是什麼樣的特種部隊 會這麼樣的恐怖 把大家嚇得睡不著呢 我們先介紹來賓呢 要告訴大家這些很有趣的話題 首先介紹資深的媒體人王瑞德 熊偉好 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胡紹成 大家好 藝術哲學者邱簡一 大家好 還有媒體公共和者康仁俊 熊偉好 大家好 軍情航空網站的總編施孝偉 熊偉好 大家晚安 好 梁山的精神 眾議飄悍啊 但是現在這句話呢 如果對外國人 阿東亞來說 可能要改一改囉 因為他們的精神啊 內心不只飄悍而已 他們就連外型啊 看了都讓人家戰力一百喔 怎麼說這個新聞 我們先看看這個 好 看到這個電影的片段 不是我們放錯袋子啊 而是真的呢 13號星期五會讓外國人 誤以為啊拍續集了 為什麼 因為就是在網路上看到了 這個梁山特勤隊的一個照片 雖然是幾年前國慶日的 不過呢 這個面具真的跟剛剛電影裡面的 13號星期五的傑森 很類似啊 瑞德哥 對 沒有錯 那電影裡面的傑森呢 戴個面具啊 看起來很可怕 只要抓一支刀吧 最奇怪的是 不管怎麼砍他 怎麼動槍打他 都不會死 對 傑森面具 那麼當然 尤其是以中國的網友為主 他們認為說 哇 還包括西方的網友 認為說台灣也有 台灣是什麼樣呢 是所謂的中國 像中國那邊就是說 我們都說我們是台軍嘛 對不對 台灣的軍人嘛 台軍裡面也有這種傑森 傑森面具的 阿兵哥 為什麼看他 就是看到這個照片 很炫耶 對啊 看起來好像很兇 然後很可怕一樣 跟傑森一樣可怕對不對 這面具真的就跟傑森的代價 沒有錯 對 那當然他們有諸多的揣測 那事實上這樣的防彈面罩 防彈 他們不叫防彈面具 叫防彈面罩 在台灣其實警方也有 但是警察的跟軍方的是不同規格的 警察跟這個我們常常在一些攻堅 比如說槍擊藥犯 攻堅的場合 警察也有類似的 但是造型沒有他那麼炫 沒那麼酷 那一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線 通常是前面七個負責攻堅的 PD小組或維安特勤隊 維安特勤隊等於是台灣警察裡面的特種部隊 攻堅的前七個都要戴這樣的面罩 都要戴著這個 對 我這是可以防彈 事實上 如果你是真的步槍的子彈直接射到幾枚 射到對不對 這個面罩是無效的 如果就和黃彈衣一樣 你幾件黃彈衣疊在一起 步槍支架板穿過去 可是它的面 它的最主要的結構是什麼呢 因為你在近距離的時候 你很少有機會就直接射中 你知道嗎 通常會彈跳 通常你射到了以後 它有一個幅度 所以彈跳跳走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保護你 有這個黃彈面罩總比沒有好 當然啦 對 你會彈掉 彈掉 對他們來講 尤其是萬一在一些 比如說像類似手榴彈 或土製爆裂物的時候 就可以完整的保護你的臉部跟頭部等等 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 那麼這個部隊 事實上叫做梁山部隊 台灣沒有一個特種部隊 叫做梁山部隊 梁山事實上是他們駐紮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支部隊其實現在就 包括之前一直傳過來 是叫做空特訓練中心 空中作戰 訓練特種作戰中心的特勤部隊就對了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部隊 為什麼大家都說這個部隊很神秘呢 通常都說他們是梁山駐著一群鬼 為什麼 因為他們訓練的每個人 把你訓練到整個人 全身從臉部一直到身體 全部是非常的晒 非常的鼓銅色 非常的全身很精 非常的黑就對了 然後很精煉 然後肌肉 什麼戰績 最起碼的 比如說我們知道的 樓道 跆拳 各種的拳式 奪刀奪槍 基本勤拿術 這些都要會 這是我們特種部隊 基本的一個訓練就對了 那除此之外就是要 快 狠 準 沒有錯 這支部隊所立下的 第一個漢馬功勞是在哪裡 你知道嗎 是在民國7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那時候不是 疫情專案把很多的大哥 掃進去三四千個嘛 我們常常討論過 延彎暴動 延彎暴動的時候 直接把裡面的這些全部趕出來 趕出來了以後 就這些受管訓的這些隊員 這些流氓佔領了延彎 然後最後就有梁山部隊等四支部隊 用拳頭跟棒 跟警棍這樣打進去 一路把他給打進去 最後制服他們 就靠這些人 沒有錯 他們一個人號稱 可以打三到五個人以上 所以打第一關梁山特勤隊 就這樣打出他的 等於說他的威望就對了 然後這支部隊以前很少出來 他們的常駐地 除了梁山之外 還有我曾經去受訓過兩次 一次三個月下基地六個月的 所謂的現在我們常講谷關谷關 其實他的全名叫 立揚空降特戰中心 立揚空降特戰中心 他有個特徵是 他的背面後面的山區 有一個全台灣規模最大 然後最精良各式各樣的 包括伏擊 鬼雷 各式各樣的爆破地點的 一個山訓場所 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因為這樣子訓練出來的 這支特種部隊 也可以說我們的精英 另外當然台灣各種部隊 經過這幾十年來 有不過的兼併 裁測 然後最有名的當然 憲兵包括所謂夜陰突擊隊 因為他的身分比較特殊 原因是因為他是憲兵 所以憲兵有警察官的身分 所以有時候他會支援台灣的警察辦案 所以這支部隊 桃園國際機場跟松山機場 台北港是由他們負責環恐 這支部隊最主要環恐 我們剛剛講到梁山部隊 是負責中部地區的 中台灣 對 然後之前的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的特型隊 包括現在可能 包括他們所謂的海軍的兩棲作戰大隊 是負責南部的 但是通常來講 因為這兩支部隊 本身沒有警察官的身分 因為有所謂的警察官 才能夠執行任務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沒有法律授權 基本上除非遇到很大的恐怖攻擊 否則還是以軍隊 包括現在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都有進駐我們的特種的 包括偽安特勤隊 這些隊員在那個地方助陣 還是以偽安特勤隊 跟所謂的憲兵突擊隊為主 對 沒有錯 這個就是又告訴大家梁山的故事 趁著這個機會 既然外國人現在看到了 風光一下 那就順水推舟 讓大家再下一下 不過在台灣不是只有梁山 我們還有飛彈 飛彈要告你什麼了 通通都是一樣 跟剛剛那些特種隊員 都是要保家衛國的重要的一個利器啊